前期我看到一個KOL 他以我們保險營業員的佣金做標題 整條影片都有提到 主要是說一個人客第一年的保費 有一部分就給了保險營業員 另一部分就給了保險高層 保險公司其實沒什麼錢可以落袋 保險公司就預第二、第三年位打後的人客 繼續逐保交曝 保險公司才可以分到一些錢 而當中他說的營業模式 人客是沒有著數的 因為人客儲蓄回報 將來的非保證紅利也排不到預期 整體整個短片 我自己覺得如果一個普通人客 不太了解我們的行業的時候 就會覺得所有錢的保費 原來就是給了保險顧問和保險高層 所以我們的回報又這麼低 感覺上是這樣 我今天都想用我自己看的角度 或者以我自己的認知 又講一下部分我知道的真相給大家了解一下 這份保單真的成交了幾個Party 首先第一就是保險公司 除了保險公司之外 第二就是保險顧問 整體一張保單其實是牽涉幾個Party 如果大家都好的時候 這件事就有價值 這張保單的生效就是有價值 去到人客 人客就是履行他給的保費 當然人客期望就是沒有事沒有幹 存錢又希望派到 保證和非保證的部分 就算去買一些沒有儲蓄成份的消費式保險 例如一些自然醫保 他都希望有氣勢的時候 本公司能夠賠得到 客人的成本除了在保費之外 我覺得客人的成本就是時間值 過了十年後 才知道究竟是儲不儲得那筆錢 甚至乎到客人有病的時候 他才看到這份保單的價值 我們一直都強調 就是人客在買單的時候 誠信捕捉他自己的醫療狀況 他就是最安心的 不需要擔心將來在賠償上會有什麼 大家的爭拗 這個我覺得就是人客可以自己 控制得到去做的 不是完全是很被動 是可以很主動 只要你買單的時候 申報清楚你自己所有的病歷 我覺得這個就很安心 KOL都說 如果那個營業員做得久 跟著公司會有些不同的bonus獎賞 如果他連續三年做到 可能是那個叫做國際性的獎項 程度上他都可以過百萬年薪 事實上是在我們的行業 是真的這樣做到的 同事他要做到國際性的級別 事實上都不是容易的 他真的要勤力 還有他的人脈 甚至乎他自己的個人修為 真的要在某一個水平 才能夠令到有這麼多客戶信任他 還有支持他 既然如果有一個人 或者是年輕人也好 或者是一個中年人也好 他能夠進入一個行業 利用到他過往累積的人物也好 或者他自己的學識也好 甚至乎他自己的得行也好 而令到他能夠在三年做到一些國際級的 水平的業績 而令到他有過一百萬的年薪 其實應該是值得高興 而且他也是值得的 因為他不是坐在那裡收 是真的要做 真的要去談 剛才我所說的 我們不是每天見一個客戶都成交 真的可能見十個客戶才會成交 見我們都未算 我call幾多個客戶 是不是 不是call十個十個出來的 我可能要call三十個 或者whatsapp幾多個 call去想去學 才會約到見到那十個 見到那十個之後 有幾多個 是真的會覺得這個概念OK 而他的經濟能力也許可 而他的健康也許可 而財務也OK 才可以批得到這張單 我覺得是有很多條件因素的 我聽完那個KOL 這樣去帶領些受眾聽眾 就說好像那些錢 都去了營業園 其實營業園背後 要做到過百萬年薪 是真的要付出努力的 香港有幾多個 是真的 每個富二代 每個認識都是有錢人 我真的不見到有這麼多同事 入職是這樣 每個都是小康之家 每個都是 覺得打工可能沒有出頭 不如趁自己 還有心有力的時候 不如去認真試一下 在這個行業 既然這個行業一直都發展著 甚至乎有大灣區 一直發展著不同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對自己事業來說 或者人生一個成長 真的可以學到呢 我都希望大家去欣賞一下 夠膽做保險顧問的朋友 因為他是要預料 被很多很多很多人拒絕 他才背後賺到這些佣金 我們保險行業 某程度上大家都知道 怎麼會每個客人 一銷售就可以了 如果是這樣 我們哪有價值呢 那不如網上買保險吧 甚至乎我們再反過來想 在香港保險業 很多家保險公司都過一百年 過一百年 這個制度 而能夠令到保險公司 在亞洲監獄中心 那麼穩健 那麼有地位 法律規管 那麼可信性 有整個系統去運作 當然這個系統一路演變 我覺得一路演變 因為產品都在演變 客人都在演變 營業員的水平都在演變 即是在今時今日 如果一個營業員 不會用手機 不會用iPad 根本他都沒辦法做到這一行 整個世界都在變的時候 那你說在勇金制度 其實都是在變的 我自己提到 但不是一刀切的大變 而是在小的位置 去鼓勵不同強項的同事 有些可能是做單做得比較多 有些可能是做企業團隊 有些可能做退休 有些可能做強積金 真的不同類型的東西 本公司都希望可以有不同項目 去鼓勵到不同的同事 那有不同的業績回來的時候 那本公司才站得住 即是本公司要站得住 穩陣 是真的有很多條件因素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每個行業 每個行業 他們賺的錢 或者賺的錢 或者賺的錢 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一個市場的主導 或者市場的過往 累積的一個模式 商業模式來的 是不合理的時候 其實自然行業就會轉變 也會淘汰某些人 你說在本行業裡 在香港也過了八年歷史 慢慢演變 慢慢演變 產品、營業源、客戶的質素 慢慢演變 我們希望是愈變愈好的 我們看到香港政府 保監局、金融管理局 他們都是一直看著香港的保險業 去令到投保人安心 我覺得大家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看 如果保險不是用佣金制 是出糧的形式 本公司如果是運作得到的 為什麼這麼多年都沒有任何本公司這樣去做呢? 如果是可以 真的不需要用金制 真的大家打工這樣定身 為什麼沒有一間本公司會這樣做呢? 是什麼原因呢? 還是這個模式一直走下去 而有很多間大的保險公司 都似乎覺得仍然是可以 雖然他們正在調節 慢慢變 但仍然是可以的時候 慢慢去演變 隨著時代去演變 有很多行業都是用佣金制 不過相對 你說在保險業來說 我看到在疫情這幾年 我們都淘汰了一些朋友 不過疫情之後 我想都有些人回來的 也都有一幫中樓底柱 很professional的前輩或者同業 才令到這個行業 才令到這個行業 那個品牌越來越穩健 客戶越來越有信心 是有很多的因素 令到香港的保險顧問 是仍然有這個佣金的價值 會不會發展到可能20年之後 原來大家都是打工的 沒有了佣金制呢? 我覺得不奇怪的 沒有人知道將來會是怎樣的 我看看有哪一間保險公司 慢慢演變 不過暫時在今時今日 我自己都看到佣金制 事實上是可以吸引到一些 很積極上進的年輕人 他們去打拼 希望能夠在一個 不是那麼好的經濟環境 而他去靠自己努力 去找到他自己的事業發展空間 我覺得保險行業真是給他們這個空間 還有他們做得到 賺得到錢 我們應該是欣賞 因為他背後 是付出了很多的成本 大家不要以為是這麼容易才行 只不過保險業 是真的累積了很多這些 這麼有毅力的人在裏 這麼想成功的人在裏 或者很想進步的人在裏 保險業是整個行業的穩定發展 而令到這一群人累積到在這個行業 沒有消失到 很多人就覺得 為什麼其他行業不是這樣 零零細細 保險業好像這麼誇張的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如果那個行業不是發展 不是有得發展 甚至乎不是穩健 其實這一群人是不會留在裏的 都是那句 有佣金的工 很多地方都有 很多行業都有 為什麼能夠累積到這麼多 連資超過20年、30年、40年的人在裏呢 是有它的原因 不容易的 這些是我們之前的前輩 為我們這個行業打好一個好的根基 今天我們年輕或者新入行的人 才可以順著的風 順著的勢這樣去 當然進來都是要努力 如果你說要比較 其他行業都不是這樣的 那你不要反思一下 自己值不值得去發展 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會問 Michele做保險難不難 這幾年 我每次都回答 我覺得是難 不過我又看不到其他行業有多容易 感謝香港政府 都是很重視保險行業 感謝很多前輩 設了很多的法規 令到這個行業是很穩定的成長 也都有很多前輩 設了很多專業的課程 令到整個行業的專業的水平 越來越提高 我們就是small potato 小角色 什麼都不懂 你進來 跟著時勢 跟著風去吹 要學的就學 要努力的就努力 跟著法規去做 我覺得上天都不負有心人 保險行業就是給到這個機會 想努力的人去找他自己的夢想 我覺得是這樣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能夠對大家有另一個角度的看法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是有價值的話 記得給我們深深 訂閱 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這個行業 也可以再DM我 也認同我們拍一些保險知識短片 去介入多些投保人 去點看這個保險行業的話 大家喝杯咖啡 了解多些